好 忙了一整晚 來記錄一下 現在它的水顏色是這樣 我們明天來看 到底有沒有比較亮 比較透亮 先看一下 要過我這個Gipso 現在它還橫皮橫皮 比原地比較好 原本是這樣 然後這樣子 會讓水發濾的部分 我懷疑這個也要 所以這個要先打撈起來 這也要塞 這個比較專業的 用鴨子 鴨子下去抓 這個部分 這個F-O鋼就是 裡面要讓它清爽 清爽不油膩 這館店都生在清爽 有 很糟糕 這個 石頭 味道很臭糙喔 這石頭的味道很臭糙耶 這樣我知道那個什麼 那種 水質 會來 變化的來源 這個太過臭糙了 臭糙就是臭車 它變化的 它變化的都會 會開咖 你知道嗎 鴨子的東西它都會開咖 開咖 開咖 開咖之後就會變厚咖 噢,夠燥耶 這九頭草耶 這些石頭錯掉 這九頭草耶 我現在聽到整個都會腥味阿 這九頭草耶 所以這個 那個草 有太多白點的草 我看這可能是 其中解 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這個石頭 尖 你老四耶 噢,用手在那草好了 在那雞青人 所以有時候 也不要說在那太雞青人 用手沉不快 這樣不快 這樣不快 一下子就拿起來啦 還在那雞青人 這就算在那 雞高水 啊,這個部分 換用這個 噢,連這個 裡面的髒東西一網打進 有另外蠟燥在這裡 所以這個 F-O鋼就是要不要很清爽 這個要很清爽 這個要很清爽 因為這是 前鋼主 他們說 他們去墾丁的回憶 所以這個白龍水會把它 放到其他的魚缸 我們會把它這個回憶保留下來 讓他們的小孩長大說 唉唷,你看 以前小時候的一種 東西還在這裡 這就是 東西 上百都學的一個傳承 好,你看這裡垃圾東西 這邊 這個都是汙染物啊 對不對 汙染物全部的 把它清空 所以這下子 明天 它的水質 應該是不是非常讚啊 所以 牠要有熱忱 這熱忱 你如果 Q冷之後 你就會覺得 養魚是一種 非常燒時間又燒錢 但是你如果 像牠們這樣 熱忱 把它維持住 你就會覺得 養魚是一種 非常快樂的事情 好,OK 好 結束